今天的立行记者会 立陶宛不仅不承认并改正错误 反而一再谎话连篇 推卸责任 混淆视听 对此美欧是心知肚明的 美方和欧方应该做的 是敦促立方尽快承认并纠正错误 而不是不顾事实 刻意互短 美欧借此无端指责中方 更是颠倒是非 违背道义 也损害美欧自身形象 事实已经多次证明 美国才是各种形式的 单边霸凌和胁迫外交的 极大成者 美国依据其国内法 无端发起各类单边制裁 长臂管辖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 别国机构 企业和个人 例证 比比皆是 不胜美举 美方 这种做法 遭到国际社会 普遍反对 欧盟 要想维护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就应该 明辨是非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以实际行动 维护 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而不是 随美其舞 站在 道义的 错误一边 中欧关系 中欧关系 认识